flat-up 欢迎大家指望 我们来 我们来教学一下如何用安卓的手机下载新页的 标签编辑软体的APP 那 首先呢 我们会教大家两个方式 一個是去我們的呆呆的官方網站下載 另外一個方式是直接到新頁的官方網站下載 那當然兩種方式都可以 那首先呢我們打開手機的瀏覽器 那在上面的網址呢 輸入這個DAI-DAI 可以連接到我們的官方網站 那連接到我們的官方網站之後呢 點左上角這個選單 有看到一個下載中心在這裡 點這個下載中心 下載中心在這一個地方 點一下下載中心之後往下拉 可以看到這邊有工具軟體 還有驅動程式 在這個部分呢可以看到有新頁的工具軟體 我們不是要下載去動程式 手機的APP會放在工具軟體裡面 直接點新頁工具軟體這個選項 在出現的下一個頁面呢會有很多工具軟體 每一個一個往下拉 找尋我們要下載的APP 那 新頁的手機編輯軟體呢 它有 針對機器的大小不同 它有兩款 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這一款 它是屬於490B用的APP 那 它是4吋的 那 底下呢 還會有一款 這個是屬於60公分跟80公分機器用的 那我們今天要示範的是 4吋的 490B的 那就是在這裡 我們點繼續閱讀 可以進入下載頁面 進到下載頁面之後呢 往底下 可以看到有下載 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往底下可以看到這個軟體的介紹 那這 底下呢 我們也提供了官方網上下載的連結 那 如果你在我們的網站上面下載 或者是說遇到伺服器 剛好掛了 然後伺服器被罵下載 你可以到官方下載 那 點擊下載之後呢 手機會出現 這個類型可能會損害你的電腦 這個 問你要不要保留 當然我們要點確定保留 那它就會開始 下載這個APP 下載之後 APP之後 開啟就可以安裝 這是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呢 這個我們先 就先不點它安裝 然後再繼續跟大家講解 另外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直接到 新葉的官方網站 你可以 直接打 新 葉 火之旁的這個葉 打這個新葉 就可以了 然後呢 直接 往下拉 影片這些都不要管它 我們要找新葉的官方網站 點查看更多 這個廣告很多 手機廣告會很多 基本上在 第一個 這廣告是新葉 不是 它怎麼沒有 新葉的官網 這個就是新葉的官網 從上面拉下來 第一個 這一個 可以記住這個網址 這就是新葉的官網 這是新葉的官網 那直接 進入新葉的官網 或是它底下已經有它的 驅動下載 我們直接進去 進去官網 連不進去 驅動下載 連不進去 乖乖 這是 手機封了還是怎麼樣 連不進去 進來新葉 上面的網址 剛剛不知道為什麼 連不進去 我們連到這個 新葉的官網 進來一個官網之後呢 你可以直接 右上角這邊 就會有驅動下載 然後有 有產品驅動 可以點 那其實下載下來的檔案 也是跟我們剛剛的一樣 它這邊有寫 驅動這些都不用理它 什麼精簡版的 然後那個 Windows驅動 這些都不用管它 我們要找的是 APP 等一下再找一下 全部分類 全部分類 點全部吧 官網它是比較複雜一點 不太好找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其實你就要認明 去官網的話 你要下載這個 XP 8code 這個 就是 新葉的 4寸 490B的 條碼 然後一樣 點 右手這邊下載 那你如果要快的話 就是從我們的官網那邊下載 是會比較快 因為我們官網已經 已經是 等於是提供分流給大家下載 那下載之後呢 你可以進行安裝 剛剛下載的這個 在下拉這邊 你就點它一下 然後進行安裝 這個APP叫做X8code 但是你如果是直接上Google Play 你應該是找不到的 我們等一下也可以嘗試去找一下 直接 Google Play 應該是找不到的 我們要認這個圖喔 找到會找到一些不相干的 但是未必是這個軟體 也就是說你如果隨便下載的話 不一定可以用 好安裝完成了 我們可以直接開啟 然後它會有一些隱私權 就給它同意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就可以開始標籤編輯了 右上角 右上角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要跟你的印表機連接 你只要打開藍牙 然後利用右上角這個功能 跟你的標籤機做連接就可以了 那興建的時候呢 就要設定 你標籤的長寬高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我們要用的標籤名稱 就預設了 然後 寬度 紙張類型要設定間隙值 就是有間隙的 標籤間隙通常都是2 這些都是預設的 基本上不用去動它 那在 這裡 標籤寬度 如果你要50mm 它是毫米 所以就輸入50x50 當然你這邊名稱你要改 你也可以自己取名字 叫做新標籤 完了之後就點新鍵 那它就會產生一個 50x50的一個頁面 讓你去做編輯 這個標籤的大小是50x50 那其他的編輯的部分 我們這邊就不多 不多做介紹 頁面就在手機編輯的功能 可能要大家自己 去 嘗試一下 它上面有很多編輯功能 插入啊 插入二維碼 插入圖片 這邊有輸入文字 一維碼、二維碼、圖片 logo、線條、矩形 之類的 那你 像這個我們剛剛點了好幾下 它就產生了很多格 那這射桶 刪除 選擇刪除 手機軟體的部分 就可能大家要去 自己研究 編輯的部分 可能真的是 沒辦法教學那麼多 它會有一個大小的尺度 有一個尺 可以給大家看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那 軟體呢 安裝之後呢 它會是在 它會是叫做 這一個 右上角的這一個 XP 八口 那我們也可以去 嘗試去Google Play 看能不能找到 XP 八口 據我所知是找不到的 你打XP XP 然後八口 BAR 修的 它是去八口 找不到 這邊沒有相關的 沒有那個Logo 我們點上面你是不是要查 也是找不到的 所以這個軟體 不要在市場上面找 那蘋果的話呢 應該就可以在市場上找到 蘋果我就不太了解 因為我沒有用蘋果手機 那 安裝之後呢 它 就是產生像 剛剛這樣子 右上角的這個 要使用的時候 點擊一下 就可以用 列印的話呢 列印的話 基本上直接就是 點列印就可以了 然後它裡面呢 如果你有上網的話 它也會有一些模板 但是呢 如果你要用它的模板 就得要註冊 但是它的註冊是需要 微信的帳號 或是QQ的帳號 才有辦法註冊 或是手機號碼的話 基本上好像是 不支援國外 如果你要用雲端的部分的話 那基本上 它有一些內建的 像有一些 內建的也可以用 好比說 我們可以取用一下 它這個 點進來 它就會把它這個整個版面 帶進來 那當然上面顯示彩色的 不代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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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就可以印出彩色 並不是這樣子 那 這個點出來之後 可以看一下 右上角點了 它會出現 這個標籤規格是 75x75 寬度是 75x50 75x50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這個標籤 75x50 這是一個 範本 它算是一個範本 本地模板 那雲模板呢 本地模板就是 它裡面給你的一些 範本模板 這些都可以 都可以自己 參考使用